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當有意義的一個基金會 讓我們一一的歡迎他們出場 歡迎你們 謝謝 來 我們第一組的來賓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好 謝謝大家 今天能夠來參加這個 有意義的活動 非常高興 那麼我是天使之家殘盪基金會 目前的會長 那麼現在主要是我們會員 有四十多位家庭 是 那我們現在呢 也希望能夠借這個節目呢 能夠讓大家知道 在社會上還有這個團體在這邊 也有這些家庭 那麼有些家庭呢 需要這些幫助的呢 也可以跟我們聯絡 我們也希望能夠 給這些家庭帶一些這個幫助 當初我們能夠參與這個 天使之家殘盪基金會 也就是說有幾位家長呢 是 有這些的 有問題的小孩子 那麼我們老中來講的話 對於這些事情 都比較內面一點 是 是 那麼我們在美國生活呢 我們就希望能夠這些家庭 多了解美國政府 有一些很多的福利 要給這些小孩子 真的是像天使一樣 快快樂樂的長大 對不對 謝謝謝謝 謝謝 Mark 那旁邊的這一位呢 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Coco 我是天使之家的義工 然後就是說 因為我朋友的女兒 她是天使之家的會員 所以我經常會去那邊 陪她們唱唱歌啊 跳跳舞啊 因為我覺得那邊的小朋友 就是那 那些小孩都非常的可愛 天真 謝謝你Coco 歡迎您 謝謝 第二組的來賓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種Lily開始 大家好 我叫Lily 我在社會上已經退休了 但是我參加很多社團 那我今天是第一次 投入那個天使之家 但是 因為我原先不知道有這個團體 是 所以以後有任何的 那個請會長投資我 可以任何時間可以來幫忙 全力以赴 是 謝謝 謝謝 歡迎您Lily 來旁邊的這一位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Elly Hsu 我參加天使之家 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因為事實上我兒子呢 在高校的時候 大概七、八年前 他是在天使之家當志工 那我每天 每個禮拜 我送他去教會 去服務孩子 然後我其實我是非常感謝天使之家 因為天使之家指引了他 他現在要走的路 他現在是一個特殊教育的Major 他在修碩室 所以他以後 他就是要走這條服務 特殊孩子的路 那我就很感動 所以因為他 我特別要感謝天使之家 我兒子叫Ellen Stone Ellen Ellen 我給你按一個讚 太棒了 因為天使之家 因為服務姐姐小朋友 現在呢還加入到了 Special Education的行列 謝謝謝謝 歡迎您 謝謝 來我們第三組的來賓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各位大家好 我是Ellen Lia 我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參加這個 天使之家的特殊節目 我在參加很多的社團 也從事很多的做義工的工作 包括我的教會等等很多 那我也加入了這個天使之家的義工 我也希望說天使之家以後有所有的義工 所有的那個要服務的性質 要服務的時候 我也能夠來參加這個 參加加入他們的義工 謝謝旁邊的這一位美女 各位大家好 我叫Ellen Lee 我也是已經退休了 但是我參加很多的活動 包括說做一些很多的義工 那當然這個天使之家 以前我們在喬二 或者是一些跳舞的活動 我們也曾經都有參與 所以說一樣的 只要有天使之家 只要有任何的活動 我們都很樂意地來當志工 當義工 謝謝各位 太偉大了 謝謝 謝謝兩位 第四組的來賓 我是天使之家成員的家長 是 那旁邊的這一位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YuYu Young 我也是FFDY的Member 就是小孩 我很感謝天使之家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的這個基金會 對您的生命之中 對您的生活之中 有什麼最明顯的一個改變 因為我兒子是一個產生 然後去了天使之家之後 他學會了怎麼和別人 和其他的小朋友去溝通 還有去怎麼樣去 學一些生活上的技能 還有跳舞啊 那些比較開朗 活潑 更加 謝謝兩位今天能夠來到 我們的節目之中 謝謝 第五組的來賓 大家好 我叫Julia 我家也是有一位天使 我是媽媽 然後我們來到天使之家 大概四到五年左右吧 我想要分享的就是 除了讓小孩有一個 週六有一個一段時間 可以讓小朋友聚一聚 然後做一些活動 除此之外呢 家長可以彼此分享 因為這些家長其實 他們都是很辛勞的 沒錯 有些不見得是只有家裡有一位 甚至有兩位的 他們真的是非常辛苦 所以這一段時間呢 除了可以讓家長彼此分享 share之外呢 然後也可以學到一些 就是或者是知道一些知識 或者是有Mark 或其他一些比較資深的成員 跟我們分享一些 我們可以從那邊拿到一些資源 那旁邊的這一位 大家好 我是David Stan 有志願或是有需要 來參加我們天使家的 請多與我們聯絡 謝謝 謝謝 今天的五組來賓 不管你們最後拿到了多少錢 我想你們今天呢 真的都是最大的贏家 給自己一個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首先呢 我們要玩的遊戲第一單元呢 就是我們的孤甲王 究竟由哪一組參賽者 能夠脫穎而出 晉級過關 進入搶錢王 順利拿到一千元獎金呢 馬上就來看看 他們第一階段的表現吧 好的 現在進入到的 就是我們的孤甲王 正在我身邊的小阿姨 您好 嗨 國東好 大家好 我們都掌聲非常熱烈對不對 你讓我剛剛剛剛看完 小阿姨 我好喜歡你 我還會這樣子 小阿姨 我好喜歡你 你是昨天晚上做這個夢是不是 因為我沒有 我剛剛都沒有聽到這幾個字啊 來 有沒有 舉手 有沒有 我的右 有沒有 今天呢 我的右手邊是天使們 左手邊是天兵 很可憐耶 但是喔 不是 我跟你說 怎麼樣 我跟你講天兵也是個兵 對不對 對對對啦 也算是一個基亞 也算是一個螺絲釘好不好 不過呢今天呢 我跟你講天兵小阿姨 你今天是重責大任了 是的 因為今天幾位呢 非常的厲害 對於現在市場在流行的東西 都很了解 而且還有看過呢 我們的東森特賣會 好緊張喔 你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今天呢 我們的三樣商品 也是不是都是涵蓋了 不同的地方的商品 對啊 其實我們三樣商品 也包括了是 有這樣子的一個 韓國的熱銷商品 還有台灣的精品 還有一件是唯一來自日本的這樣子 那個是日本一定必買的商品 但是現在不需要坐飛機去日本 美國就買得到 就可以買得到 對 那第一樣商品到底是什麼 小阿姨 第一樣推薦給大家 就是韓國的熱銷商品 來自韓國的商品 真的是很厲害 果凍你一定要 這是什麼 因為你這樣 你第一次看 它是個燈嗎 不是 其實它就是一個 很多人用手機最怕的是什麼 手機沒電 沒電 對不對 手機沒電好像整個日子是憂鬱的 這個就是一個這樣子的 一個手機充電行動電源 那你有可以看到 它上面充滿的是什麼 40顆的LED燈喔 OK 它可以當作一個行動電源 然後再來就是它加完電之後 你把你的手機充在這邊 你如果平常沒有用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手機的充電源 你手機沒電 你就從這裡充電 然後可是一般的手機充電器就是 就只有充電而已 對 沒什麼作用嘛 可是我們這邊有40顆的LED燈 你可以看喔 燈了之後呢 好 OK 這邊燈亮了之後 好 燈燈亮了 好 就開始Standby的功能了 這個很棒耶 你看 有光亮耶 有光亮吧 也不需要尖叫吧 你是 有那麼亮是不是 不是啊 因為我們這種阿桑很少看到 就 被嚇掉 而且它有四段功能耶 講到阿桑 我要跟大家講我們今天錄影之前 這一位喔 我們的皇后 她說呢 我參加過的Miss Chinatown 然後她就說呢 我們這一位阿桑 她就說 我參加過Miss Asang 她還接什麼 她還說 哇那是什麼比賽 怎麼這麼厲害 我沒聽過耶 阿桑 妳跟大家介紹一下啦 不是 然後她還說 更好笑的是 我以為阿桑 是什麼Asia 什麼 不是 不是啦 Grandpa OK 好 然後你看 它就可以有四種不同 這很棒 對不對 而且它更棒的是 還可以調更亮耶 它有四段 你看這麼亮 然後我覺得它很棒的一點 比如說我們女生很愛拍照 對不對 然後有時候去拍Party的時候 對 我幫你們打光 我幫你們打 你幫我們拍照 我幫你們拍照 好 你知道每次啊 我求那個攝影大哥給我個蘋果光 他都不給 來來看這邊 哇 差很多 左邊很美 右邊阿桑 這邊笑一個 你這個就臨死角 有沒有 這樣 Miss Asang OK 有沒有 它可以當作你自己打燈 然後每拍拍起來都很棒 然後再來重點是 它還有一個更棒的 我跟你講 好 等一下喔 這個真的很棒耶 多用途 有沒有 開Party Clubbing 你還不錯 你幹嘛不跟著我一起去 不是 不是 你會講到是開Party 剛剛那個工作人員跟我說 這個可以當作氣氛燈 我以為它要房間裡面用 你房間裡面需要氣氛燈嗎 我不知道啦 因為我想說你們年輕人 可能想得不一樣 這個去Clubbing開Party 現在大家家裡面都說 如果地震來了 你就馬上住在加州 對 它就是一個緊急店裡 或者是你去露營的時候 它是一個室外的照明燈 而且夠亮 對 它一樣商品以前就是 再加一個電源 就只是電源 可是它現在有多功能的設計 所以難怪在2019年在 這個在韓國是爆紅的商品 對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 我們今天估的 並不是一個隨身電源而已 對 它是有附加功能的 而是非常好的附加功能 非常高級的一樣商品 到底這張商品多少錢呢 五組來賓請估價 我覺得這個真的 我必須要講實在話 我以前真的以為行動電源 就是行動電源而已 對啊 你就這樣拿著 兩個這樣帶出去 其實它 我覺得現在商品越來越有 來自人性的感覺 是它必須要有多功能 就會讓人家覺得很喜歡 好棒 而且今天呢 最接近我們底價又不超過的 就可以免費把它帶回家 來 第一組的來賓 Mark這一組請公布 80塊錢 好 來 第二組的來賓呢 Elly的這一組 跟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寫246塊錢 好不好 Lily 你跟我們說 我在台灣有買很多這種充電器 是 可是我沒在美國買過 對 可是一般來講 他們網路啊什麼 至少都要一兩百以上 對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價格 而且我們今天是這個行動電源 再加上燈喔 對 它等於是兩種 兩三種商品把它合在一起 對 好 功能很多 好的 來 我們第三組的來賓 159塊錢 第四組的呢 泰倫的這一組 88.99 為什麼媽媽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買過一次 是50塊左右 但是你的功能多了一點 那我就加了一個好的數字 88.99 所以就是多一點加一點 多一點加一點的概念 而且討個吉利啦 對不對 88.99 長長99 一路亮下去 來 第五組 我來看一下你們的 69塊錢 現在大家寫的Range還有一點高 沒有關係 第二組 你們現在寫的是246 因為這樣東西真的是好東西嘛 對不對 多功能的一個行動電源 還要加LED的一個照明的 是 最高等級的 現在有一組應該蠻接近的啦 真的耶 我覺得他們好厲害喔 對不對 那到底是哪一組最接近 又不超過可以把它帶回家 請看正確解答 139塊錢 來 今天呢 要恭喜就是我們的第四組 嗨 而且呢 他今天呢非常的讚 因為呢他完完全全的 最接近又不超過 可以得到是我們這樣子 兩百多塊錢的這個 世慧琳的果汁 對 那果汁超級棒 我超級愛喝 可以分我一點嗎 不能這樣 那從主持費裡面扣一點 不能這樣子嗎 我們就是 不要這樣子啦 交個朋友 我跟你講 人家根本沒在聽 人家現在 沒有 人家現在 都可能叫他剛剛呢 是猜對猜對的這個 猜對 猜對就放輕鬆了 掌聲鼓勵一下 我們的太樂爸爸這一組 輕鬆一點點 就不用再下去了 對 他現在呢 太樂爸爸的這一組 你們現在已經成功的晉級了 所以不需要再猜了 OK 現在我們就其他的四組 要繼續加油了 今天第二樣商品 第二樣商品 一個台灣精品 大家都會非常熟悉的 是 來自五股茶樑的老薑紅茶 以及這樣子的一個客家擂茶 那以這樣的商品來講 好漂亮喔 這個商品 你看它從包裝開始 它就會非常非常的好看 是 因為台灣精品在之之於再說 不是只有內裝好 是外裝也要讓人為之一亮 對 然後裡頭呢 它採用都是 16到22種大地的補物 需要經過低溫的烘焙 在高溫的乾燥 所以它不會把所有的營養分 都放在這裡頭 所以每次我們去那什麼客家村 你會去喝擂茶 自己要在這邊擂半天 對 我知道 對對對 這樣倒 那半天 然後是所有的營養分 要把它留在這裡頭 所以現在我們不用 回到台灣自己去擂了 它全部都把你放在這裡頭 所以我們有老薑桂圓紅茶 再加上客家擂茶 這兩個系列 一起拆價格喔 然後你知道那種 我覺得這很方便的一點是 像老薑桂圓 如果說你覺得 你今天好像鼻子有點腮 泡熱茶 媽媽都知道喔 老薑 然後如果只有薑它又太嗆 那它又 你看他們就研發了 就是再加一點 這樣子的一個櫃圓進來 就會很溫和 而且這家廠商 在桃園來講 已經快五十年的歷史 非常非常棒的廠商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包裝 也是伴手裡的一個好選擇 是的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顧的是兩包 兩包一起帶回去 到底多少錢 四組來賓請顧價 對 我們恭喜第四組 大家可以放輕鬆了 開心一點了 對 我們其他的四組來賓 要動動腦筋了 他們真的認真在想耶 沒有 人家是有根據 不是說隨便寫解 隨便亂猜而已 來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組的來賓 Coco跟Mark的五十九塊錢 跟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寫五十九塊錢 Mark 以前來看的話是兩包 對 那它應該的價錢 它不是一個整套的 所以我只把它估五十九 好 你寫五十九 那第二組的來賓寫的是 四十九塊錢 兩包這樣加在一起 是四十九塊錢 第三組的來賓寫的是 六十五塊錢 對不對 來 第五組的來賓 我看一下好不好 第五組來賓寫的是 三十九塊錢 五十九 四十九 六十五 三十九 差不多啦 因為我總覺得 這麼好的東西 應該要這個價錢 對吧 這個就是說大家都 Oh my God 大家都爆掉了啦 對啊 因為 因為大家一講到台灣精品 又講到原料取得 然後工作這麼繁殊 就覺得對他值這些錢 可是台灣人又真的覺得好誠實 很有人情味 對 好有人情味 就覺得大家健康最重要 吃到好東西最重要 對 套一句他常講的話 高貴而不貴 是的 對 是的 來 我們四組來賓 再把我們的看板轉回來 可以再一次請估價 剛剛都爆囉 剛剛全部都爆掉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大家第二次會估多少錢 現在大家又開始交投接耳在討論了 還有偷瞄的 偷瞄一下隔壁 偷瞄一下 來 第一組 我看一下 第一組寫的是十九塊錢 第二組呢 是二十八塊九毛九 第三組是三十三 是不是 三十三塊錢 第五組的來賓 二十三 好 加好多 對 十九 二八點九 九三三 跟二十三 到底是誰最接近 可以把他們帶回家呢 我們來看一下正確解答 十九塊錢九毛八 恭喜第一組 耶 恭喜 你們如果差一點點就好了 一加個點一 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所以這跟那個 智商沒關係 是跟運氣有關係 對 剛剛好 對 剛剛好 好 我們現在呢 恭喜我們的第一組 Mark還有Coco 可以把我們的看板 全部都轉回來 現在剩下三組了對不對 剩下三組了 接下來呢 這個時候又到了我們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打開電腦的時候了 閃購 先把電腦準備好 所以閃購的商品呢 就是我們最後會有 這樣子的一個最後的價格 是 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可以跟我們一起來參與 就是用這個價格買到 然後可是你一定要上我們的 etmode.us來購買 你會用這個價格 然後可是我們是主宿 是有限制的 是 這就讓大家一起來參與 因為東森特賣會的價格 已經很優惠了 沒錯 閃購一定要更優惠 就是要最優惠最優惠的價格 好 那我們今天閃購什麼 今天要閃購 我跟你講 這商品 只要是女生 或者是愛美的男生 對 好 這樣包括你好不好 因為你剛剛明明就是 好啦 沒關係 我不想再給你追究了 沒關係 來 你一定會喜歡 而且是唯一來自日本的商品 所以來自日本的GEDALOGIS 膠原蛋白液 讚 讚不讚 去日本一定都要 讚 讚 讓臉喝得更亮 更飽食 去日本一定是要 一箱一箱扛回來的 尤其是以這樣子的一個 膠原蛋白癮來說 來 果冬我不要說我對你不好 這個是 包括這個是燕窩 再加上膠原蛋白的萃取 所以你光這樣子一整瓶裡頭 它有燕窩的營養 再加上膠原蛋白 它是這樣 全部奈米化喔 所以很多時候你喝下去 為什麼你都沒有辦法吸收 因為它分子太大 你就沒有辦法吸收 可是日本的奈米工業 是做到全世界非常有名 但這樣子的一個膠原蛋白癮 奈米 就是從日本開始這樣 正宗開始推出的 所以才會風靡全世界 那以女生來講 大家要知道二十五歲 二十五 二十五 我二十五乘以二 只有乘以二嗎 我懂 所以你這樣子 在乘以二的這樣子的一個年紀 你會發現它已經開始流失 所以你為什麼你的臉 會鬆會垮 就是因為彈性不見了 然後皺紋跑出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會讓你 你喝下去之後 它有一點 帶一點點微酸 然後可是它裡面 這就是膠原蛋白癮 有最好的這樣子的一個 它沒有腥味 很多時候你用膠原蛋白粉 你泡了之後咖啡會變味道 可是它這個沒有腥味 所以你喝下去的時候 它第一奈米全部吸收 所以它有能量 可以反應到你的肌膚上面來 可以幫你增加膠原蛋白的生日生 以前那個小時候那個 短短的蘋果肌 你喝完之後 你那個蘋果肌會慢慢回來 你要不要再加水去沖一下 Ladies and gentlemen 來看一下喝完的果凍 看到了沒有 有沒有給它彈性 剛剛那個LED 這邊應該放在這裡 給你放閃一下 等一下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呢 以前我去日本的時候 真的會買 對 它真的好好喝喔 而且它其實是有一點點甜甜的感覺 它很像果汁 25歲就會流失 記住姊姊講的話 不要跟 對 不要跟姊姊一樣 太晚開始 對 所以應該 這麼好的橡皮是很夠晚 我都會這樣吃 沒有關係 沒有啦 現在有好東西了嘛 每天喝一個 對 所以你看一看你這樣子 慢慢的補充 為什麼女生很在意的事情 其實就是 人家就用得這麼好的原料 用得這麼好的工藝 讓你很輕鬆的就擁有 其實這些媽媽姐姐們通通都知道 膠原蛋白飲在幹嘛 可是記住喔 這是經過 加了燕窩 再耐你萃取出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膠原蛋白飲 是跟一般的 更高級 更不一樣 好 那這樣東西呢 我們的市場價格 大概要多少錢 你知道光這個市場價 我有時候在想說 對耶 如果說以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價格來講 在外頭啦 市場價 你要是看到這個市場價 它是多少 現在的市場價 199 199元 就這一盒199 對 它不是一般的那個什麼 對了水的那種不是喔 對 而且我必須要講 剛剛我喝下去的時候 它其實雖然是液體 但是它其實是非常濃的液體 對 非常非常濃稠的膠原蛋白 市場價是199塊錢 而我們今天呢 其實天時降臨啦 對啦 好啦 你要有一個range 對啦 再給大家一個range 這樣比較好猜好不好 90到120之間 90到120喔 不要差121喔 好 90到120之間 對 到底是多少錢呢 請顧價 它真的好喝 好 我跟你講 對 等一下我再去偷兩瓶 對 不會 現在呢有這個特價了 對不對 有這個特價之後呢 也可以讓大家輕鬆擁有 是啦 因為以前你要去日本扛 這很重 然後現在你做訂購好 送到家裡都很方便 在美國就可以 對 好 我們現在呢 第一組的不需要顧價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二組 Lily的這一組 來公布一下 你們寫的價格是多少呢 98塊 98.90是不是 好 然後我們的第三組呢 是108 108 這個號碼是什麼 號 是不是 覺得8號 我們結任這個號碼不錯 比較快 你知道 我們這個年紀選號碼 不是8就是6 你絕對不會去選 因為我們結任這個8也很好啊 怎麼叫我這個年紀 我現場就跟大家公布 我這麼多年來 我的電話號碼 後司碼就是6688 原來你也是我們這個年紀啊 108號碼好 第五組是109 是不是 為什麼猜109 貴他一塊錢啊 你不知道他猜多少 你寫109 好吧 OK 到底呢 是哪一組呢 最接近不超過底價 可以把它帶回家 公布正確答案 109 109 好厲害喔 我跟你講喔 這種就是是你的就是你的 對 對不對 因為剛剛呢 他上一個階段 上一樣商品差了一點點 對 結果現在你看 完完全全呢 不多也不少 就是109 他就是天使來著 你知道嗎 就是有這個人的福氣這樣 非常非常好 所以那這個姐姐請問一下 大家現在呢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呢 因為現在是閃購商品 也可以用109帶回家 很久啊 我跟你講 好啦 我跟你講可以喔 好像還是很大氣的喔 他去做了所有的女生 就是很想要 我到底說你 我們就做了嘛 怕什麼 沒有啦 因為我需要這份工作啦 那看你 我也需要 所以我們一起升單啊 反正每次責任都我一個人扛 你可以這樣極快 我跟你講 他越打 越打越用力 越打越用力 好啦 那我就是 還滿結實的 你不要亂摸啦 我一直摸這裡 這個摸要錢的啦 這裡 你不要再亂摸了啦 這個亂摸要付錢 好啦 那就一百零 一零五啦 我給他弄一零五了 你弄一零五 對 一零五 一百零五 好啦 你撿五塊是不是 我撿 一零九到一零五是撿四塊啦 撿四塊 好 你撿四塊 我撿五塊 嘿嘿 我就比你厲害 一百塊錢 這樣一百塊錢 電視機前的朋友 可以用一百塊錢 把我們這樣的 賣米的燕窩萃取膠原蛋白影 帶回去 可是我們只有十組喔 只有十組是用一百 我們剛剛說到 一百啦 一百塊錢 好啦 就是一百塊錢的價格 一百塊錢的價格 只有十組名額 如果你是第十一個人 打電話進來猜誰 就是一百零一九塊錢的價格 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所以趕快上網來購購囉 謝謝小阿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在這個階段我們要恭喜 我們的第一組 Mark跟Coco的 還有我們的第四組 Taylor的 還有剛剛猜得非常準的 David的這一組 可以成功的擠入到了 我們等一下的智慧王囉 掌聲給他們鼓勵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的 就是我們的智慧王 好的 現在進入到的就是我們的智慧王 在這個階段我們要來恭喜這三組 天使之家的成員們給自己個掌聲 離我們的搶錢王又更近了一步了 那麼當然在我們的智慧王的這個單元之中呢 我們要來歡迎到的就是 我們四位出題大來賓 首先的第一位 負責我們新聞時事的是新聞評論家張修傑 張大哥您好 董好 大家好 我是張修傑 歡迎接下來呢 是我們健康養生許氏深夜集團的副總裁 William Lin 林副總您好 董好 現場參賽來賓 電視機前面觀眾大家好 我是William Lin 許氏深夜集團 歡迎您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請到的是陽光之旅的負責人 Ivery Ivery您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陽光之旅 我是Ivy黃 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搶達成功 加油 接下來呢 是負責呢 我們生活嘗試的 東森美洲新聞部的副理 吳中國 吳大哥 大家好 今天是由我們三大天王跟一大天后來為大家服務 謝謝大家 謝謝 四位出題大來賓現在都準備好了 那麼呢 在這個階段呢我們要來歡迎到的就是第一組 剛剛呢 一開始喔 就非常厲害 估價成功的Taylor 還有悠悠媽媽 你們現在可以優先的選題庫 再四大題庫 請選擇 生活常識 生活常識 吳大哥請出題 這題很簡單喔 大家注意聽 你們一定都吃過餛飩對不對 那餛飩為什麼又叫做操手 有四個答案 第一個答案是 它好吃的想讓人把它從別人的嘴巴裡面把它搶回來 第二個題目是第二個答案是 噴煮的時候要用一隻手來把那個鍋子熱炒來這個 把鍋子這樣炒來炒去的這樣子 煽動的車子 煽動的這個鍋子 第三個答案是 混沌的外表 像雙手交疊在一起 第四個答案是 因為是又燙又辣 手不停地在扇嘴巴 因為嘴巴受不了了 OK 來第三組的搶下來了 Dev爸爸的這一組請告訴我們 你們的選擇是 來用麥克風跟我們說 請用麥克風跟我們講 來 用麥克風把你們的答案講出來跟我們聽 混沌的外表像雙手交疊 混沌的外表像雙手交疊 是嗎 烏大哥 恭喜你答對了 好 真的耶 第一隻是四川人 因為四川是混沌的發源地 真的四川人吃的時候 他的包法就是 用兩隻手把它交疊在一起 啊 下次呢吃到紅油操手的時候就知道了 對不對 他是像兩隻手這樣交疊在一起的感覺 恭喜我們第三組 恭喜 好囉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三大題庫 你們要選擇的是 請告訴我們 新聞時事 新聞時事 請出題 俄羅斯和平號空間站 在太空工作了多長時間 四個答案 第一個十年 第二個十五年 第三個二十年 四個八年 請搶答 三組來賓 好我們的第三組 David David搶下來第三組 請告訴我們你們的選擇 我猜是八年 用猜的八年 對嗎 猜錯了 第一第二組請搶答 第二組 來 用麥克風跟我們講 一十年 十年 對嗎 答錯了 來啦 Kyler跟悠悠媽媽的這一組 十五年 正確 十五年正確答案 之前有讀過這則新聞 還是也是猜的 我讀過但是不確定 可是你看你真的讀過還真的記得了對不對 所以不是亂猜這是十五年 OK好在這個地方呢我們恭喜呢 第一組現在有一分 第三組呢現在呢也是一分 第二組要繼續加油咯 好那我們現在呢還有兩個題庫 來我們太了爸爸的這一組 選題庫的權力有到您的手中了 旅遊人文 旅遊人文 Avery請出題 我想旅遊大概在現在人生活裡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沒錯 那中國文化是淵遠流長 那我相信在座的三組來賓都有去過中國旅行 我在這裡想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請問 少林是位於五月當中的哪一月 1 冬月 2 1月 來 對不起我們第三組搶下來囉 代表他很肯定喔 荷蘭松山 哪一個 哪一個 幾月 荷蘭的松山 荷蘭的松山這個是你的答案是不是 荷蘭的松山對嗎 這跟我的問題好像沒有太大的關聯 No 好 我們其他的幾組要繼續聽完 好 3 中月 4 南月 請搶答第一第二 好 第一組 請回答 3 中月 中月對嗎 Ivory 恭喜你答對了 就是中月 欸 很厲害喔 不是猜的吧 是真的知道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剛剛答荷蘭的這一組 要加油囉 這個 對 沒有荷蘭 所以仔細聽喔 荷蘭 不好意思 耳朵不好 上了年紀 荷蘭 大家要繼續加油 仔細聽題目 一定要非常確定 非常肯定 才要按下去才可以喔 知道嗎 好 現在我們第一組已經有2分了 接下來要聽到的就是我們的健康養生 林副總 大家都很怕這個健康養生 健康養生是很重要的 關鍵到自己 是啊 那我們也是要談點花旗參啊 花旗參是一種常用的保健品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常常在用 但是呢 下面呢 各個相關的花旗參產品中呢 營養價值最高的是什麼 我們有四個選項 四個選項 第一個 野三生片 第二 人工生片 第三 移眾生片 來 我們的第二組 按下來了 第一 就是那個野三生片 野三生片 野三生片 對嗎 恭喜答對 為什麼 那麼的肯定 Mark 首先我要講的就是 許氏花旗參 對我們天使之家 提供了很多的這個 所以一直以來都很熟悉 對對 他們家的好產品 沒錯 首先我要謝謝他們 好產品呢 大家呢 都是非常了解 非常認識的 所以真的就是野三生片 是不是 林副總 當然啦 因為野三生呢 本身就是非常稀少 那尤其它是在森林裡面 生長的野生 那麼因為稀少關係 那價錢也很高 那麼非常難得的 那麼因為它在裡面生長 它經過這種 春夏秋冬 這個 在裡面呢 好好生存 所以它人生灶代是最高的 所以才是野三生片 是營養價值最高的 也是最高的 好 謝謝林副總 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接下來現在 我們第一組呢 有兩分 第二組現在有一分很厲害 第三組也有一分 大家呢 勢均力敵非常的厲害 我們還有四道題 OK 那麼呢不要忘記了 在這個單元之中呢 誰率先得到四分 就可以晉級 我們的四題 接下來四題 全部問完了最高分的那一組 也就是晉級的那一組 好 那麼剛剛呢 是我們的Mark答對了 我們現在四大題庫 又再一次打開了 您要選擇哪一個題庫呢 Mark跟Coco 我選生活常識 生活常識 吳大哥請出題 聰明的選擇 注意聽啊 各位家庭主婦們 一定知道這題答案 要如何來清洗 你的鍋子的鍋底 如果焦黑的話 要怎麼樣來清洗它 有四個答案 第一個是用啤酒來浸泡它 第二個是用鳳梨刷洗 第三個是用鹽巴 第四個泡水 馬克 第二個用鳳梨刷洗 用鳳梨刷洗 對嗎 果然恭喜你 生活智慧王答對了 哇 你以前有試過嗎 Mark 那真的是有效 用鳳梨刷洗喔 那為什麼是用鳳梨刷洗 吳大哥 果冬我就告訴你 長點知識好不好 好 就是因為鳳梨它的酵數 它有分化出來分解蛋白質的 所以用它來刷洗 可以焦黑的這個鍋底 可以越洗越白 太棒了 現在知道 我的臉也是用它來洗 也是用它 那果然你的皮膚 白亮亮白 好 所以呢這個階段呢 在這邊我們要恭喜呢 我們的第二組 非常的厲害 是軍力敵第一組呢兩分 第二組呢也是兩分了 第三組繼續加油 好 Mark 我們再選題目 來來來 我選新聞時事 新聞時事 張大哥請出題 2016年奧運會 射金牌最多的項目 是什麼 有四個選項 第一 田徑 第二 游泳 第三 射擊 第四 乒乓球 請搶答 好 Mark 第二 游泳 為什麼 因為游泳的項目比較多 而且 參賽的人也比較多 什麼常用短用 Rally 有的沒有的 所以你覺得應該是游泳 對嗎 張大哥 答錯了 來 第一組 田徑 田徑 為什麼 因為田徑項目很多 田徑項目很多 也有常在關心這個奧運啊 對 都有 好 田徑 對嗎 這個明顯有看奧運 田徑的金牌是 最多的 就是田徑 沒有錯了 在2016年 里約的奧運之中 總共 射了28個大象 恭喜啦 現在很緊張喔 因為第一組 Yoyo跟Tiler已經有3分了 我們還需要再搶下一分 搶前王就是你們的 好 那麼接下來呢 你們可以選擇提庫了 你們要選擇的是 我們現在還有健康養生 以及旅遊人文 請選擇 保險生活 生活我們剛剛已經 這個階段 生活已經被選完了 所以我們還剩下 旅遊人文跟健康 健康養生 健康養生 好 林副總請出題 這應該可能是幾乎是送分題 關於身體的 請問 酸 甜 鹹 苦 辣 五味中 舌尖對什麼味道最敏感 一 來 第三組 想要給他搶下來 辣 辣 對嗎 錯 第二組又搶了 我選酸 酸 對嗎 錯 好 現在第一組 是你們的 大家不需要搶了 但是你們要不要先把我們的選項聽完 好不好 因為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呢 他們也不能搶 我們不如就把它聽完 好不好 來 四個選項 酸 第一個酸 第二甜 第三鹹 第四個苦 好 來 請做答 請問 酸 甜 鹹 苦 辣 五味中 舌尖對什麼味道最敏感 三 一 來 第三組 想要給他搶下來 辣 辣 對嗎 錯 第二組又搶了 我選酸 酸 對嗎 錯 好 現在第一組 是你們的 大家不需要搶了 但是你們要不要先把我們的選項聽完 好不好 因為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呢 他們也不能搶 我們不如就把它聽完 好不好 來 四個選項 酸 第一個酸 第二甜 第三鹹 第四個苦 好 來 請做答 苦 苦 錯 啊 是鹹 酸甜苦 所以是鹹 在舌尖的地方 對啊 你們每次會甜一下 就是用舌尖去甜甜 看出夠不夠鹹 就是在舌尖上 好 沒有關係 這個階段呢 我們的三組來賓呢 都沒有搶下來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呢 我們接下來呢 還有最後一個題目 就是我們的旅遊人文 仔細聽好囉 好 旅遊人文 Ivery請出題 好 三組來賓我想請教 我想大家去旅遊的時候 都希望可以看到很多 特殊的節慶 譬如說你去西班牙 先有奔牛節 然後你去巴西 希望在加年華會的時候去 那我在這裡請問三組來賓 請問波水節是哪一個民族的傳統節日 第一是白族 第二是歹族 來 第三組的來賓按下來了 歹族 歹族 恭喜你 答對了 之前知道對不對 就是歹族 好啦 在這邊呢 我們八道題已經全部都問完了 但是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呢我們現在的最高分的呢 就是我們的 第一組有三分 對我們的八道題已經全部問完了 所以最高分的 現在在這個階段 搶下最高分的就是我們的第一組 你們可以成功的呢 擠進到了我們等一下的搶前網了 第二組你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實今天大家勢均力敵耶 都是非常的有智慧耶 好不好玩 非常好玩 而且我們家長人們 除了是帶自己小朋友以外 他們也是 就是有給自己的休閒啊 對 對 他們都很 知識都很豐富 非常的厲害 謝謝謝謝 也非常的謝謝 有Mark跟Coco今天來跟我們一起 來競賽 來一三組的來賓 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實今天表現已經非常的好了耶 David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節目 我想 大家都可以踴躍參加 好 那麼我想接下來呢 我們大家就繼續呢 來幫到我們的第一組 也就是Tiler跟Yoyo繼續加油 非常重要的 要很感謝我們今天的四位主題大來賓 謝謝 到底呢我們的Tiler還有Yoyo呢 最後可以搶下多少錢 接下來為大家進行的就是我們今天的搶錢王 現在呢進入到的就是呢 我們今天的搶錢王囉 站在我身邊的是Tiler爸爸還有Yoyo媽媽 恭喜兩位 對 成功的呢進到了我們這個階段 等一下派出哪一位代表來答題 Tiler爸爸是不是 好,Tiler爸爸 你覺得啊自己呢 先來預想一下 今天大概可以答對幾題 你覺得 我希望是傳達 好,希望 可以把我們的最高獎金 一千塊錢帶回家這個 對 那有沒有想過 如果今天真的啦 成功的啦 帶走我們的獎金的話 希望可以帶走一千塊 我們要怎麼用 我是為天使之家而來 所以這個錢是屬於天使之家的 掌聲鼓勵 想都沒有想 為什麼這麼的肯定 這麼的果斷 就要把這個錢捐給天使之家 不用想啦 就是說我們都是為天使之家來這裡 參加那個折磨 應該就是屬於他們的 而為幫助那些小朋友 做一些的工作 沒錯,這些最主要 最完美的小朋友 開了爸爸 還有永遠爸爸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好不好 其實我想呢 在天使之家呢 每一位小朋友 都是這麼樣子的完美 這麼樣子的快樂 我們有個這麼棒的基金會 所以 我們呢 今天節目也首例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不管你們拿下多少錢 東森美洲台 都會match 一樣的獎金 捐給你們 掌聲鼓勵 謝謝 讓我們呢 讓更多位可愛的小朋友 都能夠像天使一樣快樂的成長 好,我們現在呢 就請個太太爸爸上前就位 來,我們這邊請 好,來 我們的永遠媽媽跟我這邊請喔 加油,加油 好,太太爸爸準備好了嗎 OK 我們的搶前王現在正式開始 標準的圍棋比賽用的棋盤横數 各有幾條平行線 PASS 請拼出是否WEATHER的英文單字 PASS 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青天是誰的詩詞 禮拜 開車開了8公里 等於開了幾公尺 PASS 中國最長的河流是哪一條 長江 中國有數十個不同民族 其中以哪一個民族人數最多 汉族 諦語 人情冷暖的下一句是什麼 PASS 中國第一個探月人造會心叫什麼名字 PASS 傳說中 杜浦是怎麼死的 PASS 五月天的阿信本名叫做什麼 PASS 標準的圍棋比賽用的棋盤横數 各有幾條 到 來,太太爸爸 我們後面請悠悠媽媽 跟著我們一起到前面 來…我們靠緊一點喔 其實喔 你的速度呢 還算蠻快的 因為呢 最後一題第十題呢 也出來了對不對 剛剛呢 其實 站在前面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不是有一點點小小的緊張 對 然後呢 我們的悠悠媽媽在哪裡說 哎呦 是哪一題讓你覺得 哎呦 哪一題 你把麥克風給悠悠媽媽好不好 哪一題 但是那一題應該她是很知道 因為她平常喜歡看書 是不是傳說之中 杜甫是怎麼死的 對對對 有很多那些知識方面的東西 因為她平時就喜歡看書 所以 歷史地理她都 都 比較熟悉的 我不曉得 可能是緊張嗎 這一題真的知道嗎 傳說之中杜甫是怎麼死的 那你知不知道悠悠媽媽 吃到撐死 對不對 然後呢 剛剛還有一題 如果你喜歡讀書 明月幾十一有八九問青天 是誰的詩詞 對不對 這個你跟我們大家講 現在當然沒有辦法算 但是你覺得呢 明月幾十一有八九問青天 是誰的詩詞 媽媽突然間說杜甫 不對 是誰 蘇東坡 對不對 沒有關係 不管怎麼樣呢 我們剛剛呢 其實太樂爸爸已經很厲害了 表現得非常的好 剛剛答對的呢 就是我們的 兩題 恭喜 恭喜 謝謝 可以得到的獎金呢 是兩百塊錢 不過就像我講的 我們呢 東森美洲台呢 也會match 掌聲鼓勵一下 不要忘記囉 家裡面呢 有需要的小朋友的話 您的小朋友就是最完美 最獨特的 一定要讓他們呢 開開心心快快樂的長大 讓他們走出來 加入到我們 天使基金會的行列 謝謝 今天也謝謝幾位 我們非常非常漂亮的天使們 也感謝我們四位出力的來賓 謝謝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不要忘記囉 下週同一時間 一定要準時收看我們的 金頭腦 謝謝 恭喜你們 謝謝 謝謝